跟去年比来说就是案件总量下降49.1% 就很少人来讲干做案 对 我们2015年的时候有12000起左右的案子 到了去年年底只有2551起 这个下降幅度非常的大 天空之眼其实是一款高风险人员预测预警预防模型 应用前端感知源结合大数据 对高风险人员进行系列分析精准计算 智能推送给歼面治安防控力量 掌控辖区治安形势 前几天天空之眼系统发现了一名陈姓男子 这个人当时的积分是有78分 我们对他进行了视频风控 这个人是处在非常高的一个风险等级上 他有很多的盗窃前科 陈某出现以后立马被民警锁定 当天弹窗预警的时候 他还是不戴帽子的 然后我们跟踪了视频风控了两分钟之后 发现这个人夹帽子戴上 那天天气是比较热的 这个戴帽子的行为非常的异常 果然不出民警所料 视频风控20分钟之后 这个陈某动手了 他偷了一辆停在路边的电瓶车 刚推了梅金米 便衣队员就冲了上去 目前陈某因为涉嫌盗窃被警方刑事拘留 陈某刚被抓获 天空之眼又跳出了狱警 锁定了两名男子张某和项某 我们研判分析 发现这个人是和同伙在一起 这个风险等级就非常高了 从监控中看到 张某在商场门口闲逛 看到两个女子走过 他就跟了上去 张某得手后快速离开现场 之后就把手机给了同伙项某 案发10分钟 便衣队员就在一个公共厕所里 抓获了张某和项某 在垃圾桶里 民警找到了被盗手机 嫌疑人被抓获以后 施主才反应过来 手机不见了 报了警 当时这个女士还不知道 自己的手机被爬陷 过了大概10分钟之后 这个女士报警 她报警的内容是手机丢了 张某和项某因为涉嫌盗窃 也被刑事拘留 歌警官说 之前破案靠指纹 足迹等生物痕迹 后来发展到DNA技术比对 再发展到现在的天空之眼 科技在进步 破案的手段也在一步步的升级 我们已经现在超脱了 案后的快中快破打击 向案前案中的方向在进展 我们是通过这套系统 来掌握掌控我们辖区的 治安防空形式 从而为社会的综合治理 做好做出贡献 要不要把黄金眼技术报道